好 再重複一遍 我的聲音再大一點 就是洗手間在三樓兩邊 那扶梯一邊是右手一邊是左手 如果真的行動不方便走電梯 電梯也都可以到 那然後就是等一下如果講座開始的時候 再麻煩大家把手機轉成靜音 就是留意一下這件事情 好 那等一下各位貴賓如果有什麼事情要聯絡 有什麼事情想要發問 那就等一下等講座結束 都會有留時間給大家發問 對 那有什麼問題都可以找我們指色背心的人 我們都很樂意為大家服務這樣子 好 那有問題就可以都找我們 好 謝謝 不用啦 我是來介紹洗手間在哪裡的 有沒有把你的手機看看有沒有 靜音有沒有 突然間不然有人講媽媽來吃飯了 回家吃飯了會不會 先把靜音把它弄靜音起來 那我們今天是放著很輕鬆的心 可以距離坐遠一點 待會我們可以來動一動好不好 好 不夠大聲好不好 好 那你先給你們 我們每一個人自己一個掌聲好不好 今天能夠來到當中 耶 歡迎今天來到我們這裡來參加 我們的健康講座 好 在我們聖經裡面說 喜樂的心乃是良藥 悠山的靈使骨枯乾 這在聖經中是一句很有名的話 只是說什麼 該說什麼 喜樂的心乃是良藥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很喜樂的 所以呢 這句話呢 不僅是一句雀勉的話 更是一句千真萬確 而且是符合科學證據的 好吧 你們今天每一個人 我們都帶著一個好心情 而且是有平安喜樂 好吧 祝福你們 有盼望有能力 主耶穌在這裡祝福大家平安喜樂 歡迎你們 知道嗎 有一個上帝耶穌很愛你們 所以你們今天才會來到當中 跟我們一起來聽這個福音講座 好吧 我們現在一起 待會可以站起來的 可以活動 跟我們一起唱唱歌 好不好 好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 如果想站起來的 我們站起來 來 我們一起可以站起來 願你有個好心情 平安喜樂在心裡 讓我們來祝福你 每一天有盼望有能力 耶穌愛你 愛你 讓這愛圍繞你 喜樂充滿你 煩惱都忘記 每一天好心情 願你有個好心情 因為耶穌好愛你 讓我們來祝福你 每一天祝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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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愛你 愛你 讓這愛圍繞你 喜樂充滿你 煩惱都忘記 每一天好心情 有沒有 心情有沒有比較好一些了 有沒有 好不好 我們再唱一起唱 再唱大聲一點 跟旁邊的說 帶著喜樂的心 來 說 帶著喜樂的心 OK 再來我們從前面開始 祝福你 願你有個好心情 平安喜樂在心裡 讓我們來祝福你 每一天有盼望有能力 耶穌愛你 愛你 讓這愛圍繞你 喜樂充滿你 煩惱都忘記 每一天好心情 耶穌愛你 耶穌愛你 愛你 讓這愛圍繞你 喜樂充滿你 煩惱都忘記 每一天好心情 我看見神的愛 在溫暖的陽光 我看見神的愛 在澎湃的海洋 我看見神的愛 在憐憫的心腸 我看見神的愛 在你我的臉上 在每一個微笑 在每一個擁抱 在每一個祈禱 我能看見神的愛 在每一個微笑 在每一個擁抱 在每一個祈禱 我看見神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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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溫暖的陽光 我看見神的愛 在澎湃的海洋 我看見神的愛 在澎湃的海洋 在憐憫的心腸 我看見神的愛 在你我的臉上 在每一個微笑 在每一個擁抱 在每一個擁抱 在每一個祈禱 我能看見神的愛 在每一個微笑 在每一個擁抱 在每一個祈禱 在每一個祈禱 我能看見神的愛 在每一個微笑 在每一個擁抱 在每一個祈禱 我看见神的爱 我看见神的爱 再来 我看见神的爱 好不好 每一个大的掌声 看着旁边的说 对着旁边左右说 你今天笑起来很美丽 好不好 来说 你今天笑起来很美丽 哇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上帝的宝贝 不管你信仰是什么 很大声 我们其实都是上帝很爱我们 那我们今天才可以来到这里 所以你知道吗 这一份爱 真的是一个很简不简单的一个爱 上帝爱我们 为我们生命死在十加三 所以不论你的信仰是什么 也不论你的生命的经历 或者面对什么 这时候也许这里痛 哪里痛是各方面的 没有任何的人事物呢 可以阻挤上帝 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爱 好不好 我们来一起听 一起来唱 活出爱 有一份爱 从天而来 比山高 比海深 扯不痛 摸不走 却看得见 因为有你 因为有我 感性给 用心爱 把心中 这一份爱 活出来 一份爱 有一份爱 从天而来 比山高 比海深 扯不痛 扯不痛 摸不走 摸不走 却看得见 因为有你 因为有我 感性给 用心爱 把心中 这一份爱 活出来 耶稣的爱 有一份爱 有一份爱 从天而来 有一份爱 比山高 比海深 扯不痛 摸不走 却看得见 因为有你 因为有我 感性给 用心爱 把心中 这一份爱 活出来 谢谢耶稣 耶稣的爱 激励我 敞开我的生命 让自己 成为别人 足复 耶稣的爱 点燃我 心中 熊熊 爱过 我们一起 向世界 活出爱 耶稣的爱 激励我 散开我的生命 让自己 成为别人 足复 耶稣的爱 点燃我 心中 熊熊 爱过 我们一起 向世界 活出爱 我们一起 向世界 活出爱 来 之后一句 大家一声唱 我们一起 向世界 活出爱 好不好 给自己一个掌声 还有耶稣 掌声 欢迎每一个人 来参加我们 接下来 恩识堂 各样的聚会 还有很多课程 我们也有 才艺班各方面 未来我们也会 有很多的讲座 那我相信 生命 就在你们的 我们的上帝 会将你们生命 有很多改变 不只在健康 家庭 还有人际关系 而且最主要呢 就是会活得更健康 你们想要健康吗 对不对 所以今天才会来到当中 好不好 你们可以跟旁边左右的说 再讲一次 很高兴看到你 来 很高兴看到你 很高兴看到你 好 那我们先 好 很高兴看到你们 那我们现在可以慢慢的坐下来 我接下来呢 就把时间 交给 我们的高顾问 高牧师 来做一点的见证 好不好 过后呢 就会请 刘医师可以上来了 等一下 大家 今天今天来呢 了 哦 那大家做一些 就是我们的高生 是我们的高牧师 那我们好 那我们好 还是我们的高牧师 但是我们呢 好 我们好 好 我们好 好 就跟我一樣 會慢慢的會有一些問題 但是呢 上帝是我們內在的生命 那年紀越大 其實精神會越好 那這個竅門呢 就是 就是來到教會呢 讀神的話 神的話是真理 祂可以振奮我們 那我們來看一下神的話 在創世紀第十二章 第二節 我必叫你成為大國 我必賜福給你 叫你的名為大 你也要叫別人得福 抓緊天父的愛出發吧 離開舒適圈 的確會讓人感到為難 但是在神信實的保守之下 我們靈受的福 必會比吃到的苦還多許多 我們一起來禱告 天父 當我對於陌生的人事物 愁眉不展的時候 求用你的話語來提醒我 要抓緊你必定會成就的應許 相信不管哪條路 都有你美好的帶領 為要讓神的兒女 經歷到你 使我在世人的眼中 成為精彩的見證 證明不論順境還是逆境 真的都有夠用的恩典 使我成為你慈愛的代言人 以分享你的慈愛 當作我的喜樂 好在你的幫助與供應裡 不斷擴張自己境界 足以成裝超乎所求所想的祝福 叫別人也得福 感謝天父 垂聽我的禱告 奉主耶穌基督的聖明祈求 好嫩 祝福你 在神的愛中 得著滿足 有美好的一天 每天早上三分鐘 陪你用禱告來到天父面前 讓路越照越明亮 耶穌愛你 我也愛你 感謝神 感謝神 剛才就是告訴我們 要來親近神 來告會 聽上帝的話 會有很大的幫助 那 那個 聖經裡面呢 他有提到 那個 要告訴我們呢 就是 最重要的呢 就是我們 要 在這個 科林多前書 這個 六章十九到二十節 他教導我們 豈不知呢 你們的生子 就是聖靈的殿 那 聖靈呢 就是 從神的愛而來 住在你們裡面 而且呢 他不是 你們不是自己 的人 因為 你們呢 這個 我們的重生呢 這個 受洗以後呢 聖靈就會內住 所以 也是要透過我們 來 成就 上帝的榮耀 那這個以前 我也不懂 等到 四十二歲 第二個小孩出生 然後 我太太呢 她 她沒有產後 憂鬱症 反而是我 奇怪 我說四十二歲 小孩要長到大 我可能也六十幾歲了 實在是沒有把握 小孩要怎麼勤勤 真的是 康上帝很久了 她剛才有說 就是說 那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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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度的憂鬱症 這種是 工業文明病 也不曉得 就是 很多原因造成的 休學回到家裡 真的 重度的憂鬱 如果你不曉得 沒有以前 因為四十二歲 才受洗 才慢慢讀聖經 那時候 才恍然大悟 讀到這一段 你會發覺 身體 是聖靈的電 不可毀傷 在家裡就會 重度憂鬱的時候 你就會想上吊 想說 上帝的時間還沒到 那個 繩子斷掉 那我阿嬤 我媽媽 嚇死了 去拿一個 廟裡面的符話 放在那個 上吊的地方 但是後來 這個 感謝神 因為 就像 剛才提到了 上帝的時間 還沒到 上帝要用我們 那我也忘記了 年輕了 然後休學 然後去當兵 那時候剛好 台灣跟美國 要斷交 最緊張的時候 民國六七六十八年 他又在馬祖第一線 整天操練 行軍 那他唸體育系一樣 唸了兩年 體育系回來 就忘記了 身體有什麼毛病 他又跟著復學 他一下 唸經濟系呢 兩年大頭兵 腦袋又空空了 感謝神 我遇到 很有愛心的神父 那個 我系主任是神父 五大經濟系的神父 那他知道我這樣子 他又是我班倒 他說你這樣呢 遲早又要走路了 所以他用很有愛心 他把一上呢 這個 維積分經濟學跟會計學 這三個最重要的 第一名的同學 幫我克服 那他本身是法學院長 他也很忙 那他就 在那個系 有研究室 那三個同學輪流幫我補習 那我一下呢 成績慢慢會起來 那 很感謝神 就是神的年名 那他那麼忙 他也會過來探探頭 看有沒有在唸 他們有沒有好好教我 有時候就不好意思 老人家 這樣陰陰切切 就常常 整個圖書館 我是最後一個走的 現在每天晚上 12點1點 我又是不想睡 我還在唸東西 就是那個時候 你感覺到呢 有上帝的愛 真的是有上帝的愛 那還沒受洗 那後來呢 這個 在休學 休學的時候呢 也碰到很好的 美國來了宣教室 他就鼓勵我 去我爸爸工作的 台大植物系標本館 去貼標本 他給我公讀費 那我也不曉得 我想說 他在教室 他有法度 當系主任 又是標本館館長 後來他過世以後 宇宙光出一本自愛 是描繪宣教室 父子兩代 在中國的南京六合 辦醫院 辦神學院 然後辦教堂 他都拿到神學院 丁木華壓力 他就是 貴格會派來臺灣宣教 最早的宣教室 他也是我爸爸老師 就是台大職務系標本館的館長 他也沒講 他就是默默的把他自己的薪水 哪一部分給我當公讀費 他都沒講 他過世以後 我很懷念他 然後剛好我爸爸也是追思禮拜 那我就去宇宙光 我問說那本書還有多少庫存 他說要兩百多本 我說全部要 跟我大兒子趕快再回去 帶我爸爸的追思禮拜 那時候是請周牧師 我們本堂的主任牧師 還有很多弟兄姊妹 用辦佛教 辦基督教的方式 來辦這個追思 那我在那個時候就把兩百多本 這個很有愛的宣教士 宇宙光幫他出了治癌 送給大家 他等到呢 這個四十二歲 一九九八年 小兒子出生 反而說 還有這麼漫長 噴到什麼不好的 就沒有把握 後來又跑去醫院 工作也累 又跑去醫院 我知道這一次要找基督教的醫生 台安醫院 今天林醫生來的台安醫院 就是基督教醫院 很奇怪 我去找那個張典齊醫生 身心科 我說工作壓力大 好像以前的毛病又跑出來了 因為真的沒有找到耶穌 毛病會一直出來 所以會覺得 也不知道怎麼辦 那張典齊醫生呢 那時候在開拓教會 他把他溫州街的診所 拿一辦來辦教會 上帝感動他 奇怪怎麼有 去找醫生拿藥 他說 你找我不好 你要找牙縮 怎麼給我一張教會的名片 不是給我藥 我也覺得很奇怪 我一看 我在溫州街 他就住我旁邊 我住了旁邊 我就常常去 那我就發覺 真的是有上帝 莫名其妙又把我找回來 那就感謝了 非常感謝 在我受洗的時候 張醫師 後來也是張牧師 他就跟我講 這個高弟兄 一生兩大困難 一個是休學 上吊 這個沒死 碰到很有愛心的宣教士 牧師 給他一個攻讀的機會 然後慢慢的爬起來 回去輔大念書 一下又開始復學 又跟不上來 又碰到很有愛心的神父 耶穌會的神父 又拉他一把 他說這個高弟兄 每次困難的時候 神就派他仆人出現 那時候受洗的時候 我還記得那個詩歌 耶穌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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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受洗以後 這首歌一直記在心裡 我確認一件事情 耶穌愛我 從此我一輩子 就不會再去找心裡醫生 精神科醫生 因為我知道耶穌愛我 你要活出見證 每次睡不著 就唱這首歌 就睡著了 我們就讚美上帝 讚美耶穌 然後想到耶穌的受難 還有我們要怎麼去回應 去回報 所以我後來就知道 來到教會 要努力的服侍 上帝愛你 你要怎麼去白白回報 去回報 因為你白白得來 上帝白白給你 然後你要白白的 奉獻出去 感謝神 那就是這樣子 一步一步帶領 那我後來到少府院 我們教會有五年半 在桃園少府院 那少年管訓的地方 有二十幾個弟兄姊妹 常年跟我 現在在座也好幾位 當年都跟著我去 那九點半呢 帶他們看福音電影 看完以後呢 我那個背就很難過 古次啊 所以我就 就是 跟上帝禱告 你叫我從南港 開車到南坎 桃園南坎 少年監獄 我現在古次怎麼辦 很痛啊 上帝 禱告完以後呢 因為我看到一個國術館 在大興西路 奇怪燈還亮著 我說九點半晚上 平常國術館呢 外面貼了有沒有 一些膏藥啊 這些 早就下班了 怎麼現在燈還亮著 三層樓耶 我就覺得很好奇 我就上去 然後 還用一些民俗療法 我到現在十幾年了 也不用再回診 也不用去看醫生了 真的是你好好服事 服事到晚上九點半 三更半要跑回台北 跟上帝禱告 你要救我 上帝聽你禱告 很快啊 我真的也不用回診 也不用再吃藥 也不用再動什麼手術 真的是感謝神 上帝派這個 上帝會醫治你 那等到呢 五年前 我 一檢查出來 肝癌二期 那我 才六十二歲 那還有 很長的服事的時間 要能服事到九十歲 我就跟上帝禱告 來謝神 上帝派這個 派給我的主治醫師呢 是台大醫院的院長 他底下一堆啊 百大名醫啊 馬上呢 就幫我動手術 那 動手術呢 很感謝神 我碰到一個二十一年的抗護 那我就問他 你最佩服啊 你在台大看 當然二十一年的抗護 你最佩服是哪一位醫生啊 他說 就現在福大醫院的院長 那個 王水生 王水生是很虔誠的基督徒 那他一生呢 沒有用健保卡 除了健檢以外 他 每年健檢以外 他不用 他一個竅門 就是每天走一萬步 我聽了我就懂了 上帝跟你說話 我每天都走一萬步 感謝神啊 我到現在呢 B肝吸肝 還有脂肪肝都不見了 你醫生都不相信啦 我說就是 上帝 叫你要運動 要健康 神的話呢 會給你很大的幫助 所以呢 一個重點就是 進教會 服侍神 然後呢 我現在要碰到一個麻煩 因為駝背啊 台大醫生呢 每三個月就打一針 自費七千塊 健保沒有給付 然後要吃鈣片 因為骨質疏鬆很嚴重 那我剛才請教 那個林醫生呢 他說 Latte咖啡啊 每天一杯還是可以啦 因為骨質疏鬆你就是怕 但是 真的 不用怕 那我也 待會我也會好好做筆記 因為林醫生會講得很好 也許呢透過他 上帝透過他呢 可以醫治我的駝背啊 這是我所期盼的 我相信各位也跟我一樣會有很多麻煩 但是不要忘記了 敬教會 讀神的話 然後呢 好好服侍神 上帝會不會醫治你 會 感謝主喔 榮耀歸給上帝喔 好 大家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那 各位應該知道今天來參加大家的講座是什麼講座吧 就是我們的頸椎脊椎 常見保健講座 那大家應該常常都會低頭滑手機啊 看電視什麼都會維持同樣的知識 很容易壓迫到頸椎的問題 那今天特別邀請到 臺灣醫院的外科組織醫師 林佑蓮醫師 來這邊跟大家講解就是常見的一些問題 那就麻煩大家仔細聽 好 謝謝 真的很感謝我們的醫生喔 今天是百忙之中來到我們當中 真的是很愛我們喔 我們邀請邀請她就是非常一個年輕有為的 我們教會呢 就有呢 就是姐妹 給醫師動手術的人請幾手 站起來 站起來 我們的曹莉莉姐妹 剛剛動完手術就很好了 你看她動了哪裡 手還有哪 還有脊椎 來修明動哪裡 哇你看他們的手術在剛剛動就非常好 而且她所說我有去看 有去探望他們 非常的細 大家看哇那麼年輕 其實真的她的技術各方面都非常好 而且都是各醫院想搶的一個醫師 你知道嗎 是非常熱門的一位醫師 所以今天呢大家呢 如果說聽沒有很清楚呢 可以待會過後呢 醫師講完話大家就可以發問題 趁著手發問題 趁她還在這裡的時候 不然她待會兒就瞞了 瞞到下一場 好不好 我們耐心的等候我們的醫生 她現在要用這個 給大家看 就會比較清楚一邊講 通過解釋的時候就比較方便 那個聲音大家都可以聽得清楚嗎 可以聽得清楚 好 我們再等一下 好我們就列戰歡迎我們的醫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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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感謝上帝的愛 讓我有機會在這邊跟大家分享 好 那謝謝高醫師的引言 那我本身呢 今天非常榮幸到這邊跟大家分享 我們對於那個脊椎 跟我們的一些關節的保健 它對於我們來說是非常非常重要 我是台醫院理醫師 本身是專長於骨科 尤其是脊椎部分的狀況 所以剛好看到我們的兩位見證人 都知道我們專注的部分 好 那下一個 這是我自己本身的簡歷 我是畢業於台中的中山醫學大學 然後之後在台北榮總做訓練 本身是做骨科的訓練 訓練完之後 接著還在脊椎外科做研究醫師 那之後到了日本清醫大學 就是KO University 做再進一步的進修這樣子 所以本身的專長是在脊椎顯微手術 內視鏡或是脊椎側彎的矯正 還有脊椎導航手術 還有頸椎的部分也是OK的 那其他像是骨折或是人工關節置換 對我們來說都是算比較熟悉的手術 好 那今天就一開始了 要跟大家先分享 我們今天的主題有哪一些 我們的脊椎呢 有哪一些症狀 那大家就問就說 我的脊椎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需要手術 那不開這個手術會不會癱瘓 不開會不會因為走不了路啊 或是手舉不起來啊 那接下來這個我們在 髖關節跟膝蓋的關節的退化的部分 那接下來也是一個大家最常見的問題 就是一個骨質疏鬆 骨質流失 要怎麼去預防跟去維持你的骨質 那最後就是給時間給大家多發問這樣子 好 那第一個主題就是我們的一個脊椎的手術 應該說到這就是膝蓋的 但是其實膝蓋的位置對於內臟再也會有足夠的 但是往後就一開始上這個 這常常因為是退化 造成你的脊椎滑脫 像樓梯一樣 也會造成你很不舒服 再來是脊椎骨折 尤其是在骨質疏鬆很常見 骨質疏鬆造成脊椎骨折 壓迫性骨折之後 除了疼痛之外 久而久之你的整個脊椎會變形 變成駝背或整個胸椎會這樣取起來 所以會發現有些人在年紀越高的時候 身高越來越矮越長越矮這樣 那就代表你可能脊椎已經慢慢的在退化 也在骨折 最後最嚴重的是脊髓的損傷 脊髓損傷就是像你說車禍 或是一個拉扯性很嚴重的狀態 讓你的脊椎前後被拉扯斷了 這是我們最差遇到的狀況 也是育後最不好的狀況這樣子 好 現在大家都有手機 每個人都會滑手機 所以大家非常的小心 我們建議你在滑手機的時候 盡量是拿成這樣子看的 你如果是這樣子看的話 你的脖子就會大概有30公斤的重量 所以脊椎拿這個手這樣往下看的 這個重量角度越高 你的脊椎頸椎所受的力量越大 那久而久之呢 你的頸椎的椎彎會開始退化 所以脊椎盤會突出啊 或是脊椎盤會滑脫 所以大家還有非常的小心 這是要給大家第一個看的東西 那這個呢 這之前有一個藝人 那因為他年輕的時候工作 那有人拍一片啊 從高處墜落可能頸椎受傷 那大家可以看到他一次開了 這頸椎的 2 3 4 5 6 7 他開了3 4 5 6 7 開了4個 這個看起來像馬卡龍的東西 我們叫做頸椎的人工椎尖盤 大家可以猜看他做的四節要花多少錢 喔 你對 答案在這邊 110萬 這是非常非常貴的一個手術 但是這種狀況有沒有必要呢 就是看每個人的決定 但是頸椎的狀況一般來說 真的是很嚴重的病人 才有需要接受到一次患了4個關節這麼多的 那他為什麼會這個問題 剛剛有講過 他從高處墜落 然後長期的手麻手沒有力氣 那我在之後就被接受了採訪 他就說 大家常聽到的科技新貴 在台積電工作那些工程師 每天用電腦 或是每天在修機台的時候 都要長期的低頭 或是要低頭的姿勢做姿勢 做了很久之後 他們基本上脖子退化會非常非常的快 那我這個病人呢 他就是在進入工作 那也是手麻到受不了 連睡覺都會被痛醒 那時候他也是 也是因為因緣際會之下的找到了我 那就跟他做了 我們是做只有做兩節的手術 可以看到這個位置 那這個頸椎手術來說 目前的科技的進步 我們的傷口不會說太大 那他隔天呢 就已經可以下台走路 那第三天再回去繼續上班 因為他們非常的血汗 他們請假還不一定請得太久這樣 甚至他之後 他本身有喜歡打高爾夫球的習慣 他說他反而回去之後 高爾夫球打得更好了這樣子 所以基本上來說 他們在臨床上的症狀會是這個樣子 好 那接下來這個是之前採訪的一個東西 有些病人在頸椎開完刀之後 結果發現 左手原本不麻 結果開完刀變成左手更麻了 那是什麼狀況 因為我們脊椎是有兩邊 有左邊跟右邊 你可能第一次發病的時候 右邊的脊椎已經開始疼痛 那手術完之後 右邊的神經減壓 結果發現左邊呢 可能骨汁又長出來了 那這種狀況 再開第二次手術來說 風險會比較大 所以我們現在有新的方法 就是用內視鏡子的手術 幫他做脊椎的處理 那這個風險會比較小 好 這個我們的脊椎 從上面有從頸椎 連接你的頭顱 然後往下有胸椎 有腰椎 頸椎總共有7節 胸椎有12節 腰椎有5節 那最下面的屁股就是間椎 再來是連接到你的骨盆 所以免疫的階段 它會分出一個神經 每個神經所接觸的 能控制你的肌肉 舉手的肌肉 肩膀肌肉 大腿小腿 都是不一樣的 所以這可以讓我們醫生 在臨床上做一個很明顯的判斷 那脊椎從上面到下面 你的大腦 會給你的訊號 比如說你要現在動動你的手 它就從上面這樣傳遞下來 那傳遞的過程中 會經過在一些中間的神經元 然後從前面後面傳出去 那你摸 比如說你要摸東西 摸到東西都要從後面這樣傳回來 從後面的神經傳回來之後 再往上傳到你的大腦 比如說這個東西是熱的冰的 是什麼顏色這樣子 什麼的樣的感覺 所以你只要在這個傳遞過程中 有被壓迫到 像這個地方 我們神經一般來說 要像圓圓大大的 像這個有一個小山丘 就是我們脊椎的椎 就滿凸起了 它就會被神經被壓得像香蕉的形狀 我跟我病人說 這像香蕉的形狀 代表你的神經壓得非常的嚴重 這個就是可能會造成 將來你走路會不穩 還有常常容易摔倒 受傷這樣 那像旁邊 這個小山丘頭長在旁邊這種 就壓到你的神經根 它就會造成你手麻麻到你受不了 所以這都是要檢查過程才會知道的東西 那我們對於這個脊椎最尖盤的突出 有什麼就是分段性的治療 像一開始最簡單的保守治療 有可能剛開始發生的時候 我們可以先吃藥 可以先休息 可以去做復健 拉拉腰做一些動作 可是你做的這些動作 保守治療沒有效果了 你找到醫生了 醫生幫你檢查之後 發現你有問題了 那可以嘗試一些 比較簡單的神經阻斷 或是打一些局部麻醉的針 來測試你的神經 是不是真的有問題 結果真的有問題 你也受不了 你連走路啊 坐啊 睡覺都不舒服了 那最後才建議手術 所以不會說你一到診間 就說我要來手術 那種醫生有點 除非是非常嚴重 連站都站不起來 那個有可能 但基本上我們還是會 一步一步的來看病人 在治療的過程的狀況這樣子 好 所以我們這個可以 Sorry 可以看到我們現在的科技的進步 可以從旁邊看到 最早期的時候 我們開放性的手術 在以前沒有顯微鏡啊 只有肉眼的時代的時候 我們的醫生也是非常幸福 要常常低著頭這樣開刀 所以我的很多的老師 其實他們基本上 頸椎都是有問題 他說他手很麻 手很麻這樣子 那他們因為開刀的時候 傷口 你可以看到原本 一個小階段的神經呢 可能要開十公分的傷口 那後來呢 我們的顯微鏡越慢進步 然後他的解析度啊 越來越好之後 我們可以用這個小的套筒 做這個顯微鏡的手術 那現在脊椎更進步了 除了有人工的那些導航的手術之外 我們還有最新的是內視鏡手術 我們內視鏡就像你們做胃鏡啊 做大腸鏡一樣 就一個套管可以套進去 可以從這個小傷口裡面去做 你的神經的處理 基本上這些都是因為很明顯看到 從傷口從十公分變成三公分 變成一公分 所以代表我們的器械越來越進步 那也同時代表這個 這個要自己花費的東西會越來越多 但是這是因為一些器材的關係 那之前最有名的就是我們賴清德總統 他之前椎間盤突出 那也在我們臺北榮總開了手術 那他開完到的時候也是會很好 恢復的非常好 現在可以到處跑來跑去這樣子 那時候我也很幸運的接受到一個採訪 那通常這種開完脊椎椎椎間盤突出的手術 基本上還是你要繼續的保健 因為椎間盤它本身就像一個大塊的橡皮叉 像一個橡皮叉一樣 它一塊掉出來之後裡面呢 有一些不好的碎片 也有可能在之後又再掉出來 那越掉越多就會壓迫到神經 所以手術之後 我們是把最不好的那幾塊給移除掉 那剩下那一些不好的地方呢 它也有可能繼續掉出來 如果你沒有好好的保健它 沒有維持你好的姿勢 它有可能會再保出來 那在我的病人裡面 一年大概有百分之四的病人 會有一些這種症狀在發生 所以不是說開完就沒事 只是說開完之後 你必須要好好的保護你自己的脊椎 知道你的脊椎已經有問題了這樣 再來 好 所以這個呢 這是我們一般很常見的頸椎的手術 可以看到這個病人這個頸椎已經融合在一起 這叫做頸椎融合手術 可是開完刀之後 病人還是覺得很不舒服啊 所以我們做了檢查之後發現它 那第一次開到的時候 它右邊好了 可是左邊還是不太好 所以我們就給它做一個內視鏡的手術 內視鏡可以非常清楚看見你的神經 就從這裡走的過去 那我的工作呢 就是把壓到神經上面這些骨頭呢 把它給移除掉 就是我們所說的骨刺 再把它下面的神經把它放鬆 那病人他恢復狀況都會很快會很好 然後再接下來這個 那這個呢叫做很明顯 這就是一個急性的追尖盤突出 追尖盤突出就是 大家會覺得好像只是突出而已 但是它如果突得很嚴重的時候 它會噴出來 會從上面這樣掉下來 那這個地方看起來像眼淚一樣 那這個病人來到急診的時候 也是會痛哭流涕 因為它實在非常的痛 可能連彎腰的姿勢 它就痛到受不了 上下要舉步圍肩這樣 那這個地方 這個壓到神經可以看到 這個這一塊東西 把神經整個擠到旁邊去了 那對於病人來說 是非常不舒服的一個東西 那我們也是用一個內視鏡 可以看到這內視鏡下面 把這個追尖盤把它抽出來 那神經的話它得到了放鬆 可以看到抽出來追尖盤 就像這個樣子 而且我們傷口可以維持得非常的小 大概一公分左右 所以它病人恢復會非常的快 但是這個當下病人的神經 還是需要慢慢的回復 因為神經受傷 還是需要到半年到八個月的時間 讓神經慢慢的修復 這個圖案可以給大家看 我們叫什麼叫健康的腰椎 腰椎是每一節像骨頭的東西 那中間這個像彈簧的 我們就叫追尖盤 它是就像汽車的避震一樣 它就是你的脊椎的避震 它可以分散你的脊椎的壓力 可以讓它做前後彎曲的角度 當年紀變大 長期搬重的東西 長期蹲坐 或是跪坐的時候 可以看到這前面這尖尖的 這就叫做骨刺 這些骨刺長在前面都沒有關係 可是它要不然往後面長了 往後面長壓到後面的神經 你就會有症狀會不舒服 那在長了歪七扭八之後 就開始腰椎會開始側彎 會歪斜這樣子 這個地方可以看到 什麼叫脊椎的狹窄 在最上面可以看到 神經外面一圈白白亮亮的 這是非常好的神經 它沒有受傷 可是當你脊椎壓成這麼小的時候 它就非常嚴重的狹窄 這就是我們脊椎的滑脫 你看 脊椎正常來說 後緣都是平整排列 可以看到這兩個 它就像樓梯一樣 一階一階這樣上去 這叫做脊椎的滑脫 一般來說滑脫輕微的 不是又沒有症狀 你只要好好的保養 倒是沒有問題 可是滑脫的嚴重 你只要走路都不舒服了 那可能就是要來檢查 到底什麼原因造成你不舒服這樣子 OK 那現在最常見就是壓迫性骨折 有可能老人家站起來 晚上半夜起來上個廁所 一個跌坐下來 撞到屁股 有時候危險造成髖關節骨折 有時候造成你的脊椎的骨折 這個都是比較嚴重 而且造成非常疼痛 那一開始如果沒有治療 你有發現的時候 你的脊椎可能慢慢開始 駝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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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駝背到最後身高會變矮 那比較怕的是爆裂性的骨折 你如果從譬如說 一斗 一個樓層高這樣掉下來 它的爆裂性骨折造成 後面的骨頭非常的不穩定 它往後突起 壓到後面的神經 那那個時候你可能連腳 走路都會不好 所以那時候就非常的緊張 那目前來說 大家都有聽說灌骨水泥吧 灌骨泥 骨漿 對 骨漿的部分來說 就是可以看到這個病人 他拖了很久很久 久到他的中間這邊 有一個黑黑的微笑的曲線 他就是骨頭已經整個被吸收掉 裡面都空洞化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角度 脊椎這樣畫出來的角度 變成一個駝背的形狀 那時候他來已經會非常的疼痛 因為這個叫做 我們叫假性的關節 他就是說脊椎裡面突然 跑出一個會動的一個空間 那這個治療目前來說也很方便 我們就是用一個小針 把骨漿灌在裡面去 灌起來之後 就把這個高度撐住了 他就疼空可以達到緩解 但是不是說 做完這個手術就沒事了 做完這個手術之後 你還是繼續要 治療你的骨質疏鬆 這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嚴重到如果像這種 骨頭都扁到生意條線的 非常嚴重的話 那只能 最後我們只能用手術來做固定 因為這種病人可能打完骨髓泥之後 因為骨頭非常的不穩定 他可能會再繼續駝背 所以有時候還是要看看你的醫生 要怎麼樣的建議來做處理這樣子 OK Sorry 那這個是我們最不喜歡看到的病人 有的時候以前像騎機車騎人塊 或是那種衝撞 你看這個頭跟這個脊椎中間裂開 這種基本上來到醫院 都是下半身已經癱瘓的病人 那這個癒後會非常非常的不好 那像這種也是常常車會發生 在胸椎跟腰椎中間很斷面這樣子 來的時候可能腳都沒有力氣 沒辦法走路 所以這是我們在醫院上 最不喜歡遇到的病人 因為他的癒後會非常的不好這樣子 好 這個第一個部分我們脊椎結束 有沒有什麼想要問的問題 可以啊 通常這個姿勢 就可能你坐久 低十久 一個小時之後把頭往上癢 大概十五秒 放鬆一下你後面的肌肉這樣子 那很正常 因為你撥 對 滴太久都會這種聲音 還有嗎 好 我目前是沒辦法用腳 我們只能從上面跟下面做鋼釘固定 就沒辦法灌這樣 只能從上面下面用鋼釘固定 把它拉回它原本的位置上面去這樣子 可以可以 沒有關係的 可以 不要去給人家這種大力的推拿就好了 這個 對 基本上這個病人來腳都沒辦法動了 所以要非常小心 騎車啊 或是走路的時候 如果比較滑的時候 盡量小心就好了 好 那我們進入第二個部分 大家最喜歡的膝蓋跟髖關節 好 很常聽到電視在說什麼叫髖關節退化膝蓋退化 退化很多症狀 退化關節旁邊有一圈叫做滑翼囊 它本身是分泌一些關節液 讓你的關節有營養分到滑翼囊 關節退化之前滑翼囊會先發炎 所以你的關節會覺得這邊痛那邊痛一壓就痛 或是你早上起來關節很僵硬 動一下卡卡卡的感覺 然後再來就是你開始會腫 膝蓋啊髖關節腫的時候 你壓這邊會痛 壓那邊會痛 這些都是退化的症狀 那來到醫院之後 醫生幫你摸摸你的腳啊 動動看 如果這樣啪啪啪啪的聲音 代表裡面軟骨八成都會有一點受傷了 再來是關節腫脹 走太久啊 或是有摔倒扭到受傷都會腫起來 最後照了X光發現長了骨刺 這些都是一些退化的症狀 那髖關節的退化會是怎麼樣 正常的髖關節 台語叫做固倫 不過髖關節就是圓圓 它就是一個骨骨 跟一個腰 坐落在你的髖關節裡面 它這個頭呢 跟你的髖關節要有一個正常的空間 所以代表你的腳可以活動 那這個很嚴重的髖關節 看到這個骨骨頭都擠到它上面去了 它都沒有正常的關節在裡面 那就代表你連腳要活動了 就會卡卡的一個轉身都會痛 這個時候就很嚴重了 這個時候它大部分我們都會跟說 病人說你這個已經成熟可以開刀了 已經很嚴重 骨頭都磨到沒有了 那髖關節的開刀也不會說太困難 它大概現在因為器械的進步 大概有六公分 十公分的傷口 它甚至從屁股後面開 從屁股前面開 從側邊開都有 每個醫生習慣的技術都不一樣 只要能夠處理好 都是一個好的方法 所以這髖關節來說 退化的比例呢 通常膝蓋跟髖關節是四比一 膝蓋會有四層的病人會比較多 所以膝蓋退化是髖關節退化的四倍以上 所以髖關節跟膝關節的病人比例來說 膝蓋退化率最多 那膝蓋本身呢 大家已經有找過骨科醫生 有看過骨科醫生 沒看過今天也看過了 骨科醫生呢 來的時候你膝蓋痛不舒服 那就先照一張X光片 X光片我們可以從膝蓋的退化給你做個分級 最簡單的分級就是像這樣子 內外的就是這個叫小腿骨的肥骨跟進骨 你看到這就是它的外側 可以看到內側跟外側的這個黑黑的地方 叫做關節腔 關節腔的軟骨兩邊都是均勻的 代表你的膝蓋很好 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可是如果你看到左右內側跟外側有點差異了 代表開始輕微的退化了 那退化開始加重的時候 可以看到這邊的白點 白色的地方越變越嚴重 這代表你的骨質開始增生開始退化 長到這個時候長了骨刺 你可以看到內外的差異更大 一些腳已經變得O型腿 就腳開始變形了 最後最嚴重的時候已經不行了 已經骨頭磨到骨頭了 可能腳都伸不直彎不起來 那個時候 就是已經走路都很困難了 但是這個狀況來說 從這邊到這邊 可能進程 可能十年 可能十五年 如果保養好 可能二十年沒有問題 所以從前面來開始要做一些診斷的 或者治療 第一個 我們每天叫病人要減重 你如果減重一公斤 體重減少一公斤 你膝蓋就會減少四公斤的瘦力 所以你膝蓋的瘦力量會減差很多 第二個呢 你要去做運動 那運動要做什麼運動 其實等一下可以教大家 其實做起來抬抬腿的運動 練習你的骨頭四頭肌 練習你的骨頭肌 讓你的肌肉會變得非常有力 那肌肉增加了你關節的瘦力減少 退化就自然減少 然後再來如果真的不行 或是有些導人家不方便運動的話 可以去做復健或是物理治療 訓練你的大腿肌肉 那通常到第二級到第三級的時候 一些骨科醫生就會建議你打破尿酸 或打PRP 那打破尿酸跟PRP 基本上健保有幾副破尿酸的部分 那PRP的部分呢 可能就沒有辦法 因為PRP目前的療效 比較有爭議性 所以健保沒有把它納入幾副 目前是破尿酸 那破尿酸要用到健保 要有什麼條件 你必須要在同一個醫生那邊 追蹤至少半年以上 那要因為同一樣一個原因 膝蓋痛的原因 那才可以申請健保的幾副 那通常打破尿酸 也會給病人一些建議 他大概40%的病人會有效果 可能60%的病人還是沒效 會繼續往後面退化 為什麼沒效原因呢 有可能病人回去還是一樣做出眾的工作 那個沒有辦法 因為每個人都需要生活 那有些病人可能又繼續退化很嚴重 繼續下去 那到下一步真的不行呢 那可能需要先做到 比如說要矯正的結骨手術啊 或是換半側的人工膝關節 如果到最後真的不行呢 你來的時候已經長得像這樣子了 那通常這前面的治療 可能對你來說都比較沒有效果 那就可能要換一個人工膝蓋關節給他了 那這個是我們從內視鏡下面看什麼叫膝蓋的退化 這張圖是正常的膝蓋 可以看到上面跟下面就是 這大腿的骨骨 這下小腿 這旁邊的半月板 正常的骨頭看起來光面都非常圓滑圓潤 受傷的關節就會像這樣有鬚鬚的線 甚至有凹洞 就是有受傷的關節 那受傷再嚴重 你沒有好好的接受治療 它這個凹洞變得更大 會整個凹進去 這個時候你表面的軟骨啊 全部脫落了 剩下的骨頭 這時候你走路起來都會疼痛 只要關節一磨到這個位置 你就開始不舒服了 那時候一般來說 我們會先建議內視鏡的治療 把你這個凹洞打幾個小洞 打洞之後呢 可以讓你裡面的骨髓流出來 讓一些小的軟骨呢 可以慢慢長在上面把它覆蓋起來 但是有些病人 對於這個手術的效果沒有很好 他就會到下一階段要做手術了 所以我們在講 如果你本身O型腿非常的嚴重 我們可能會先做一個矯正的解骨手術 如果你說你退化很快 可是你會喜歡運動 我們可以做個半套的人工關節給你 可是你如果年紀很大 65歲70歲 運動的底面沒這麼高的時候 我們做個全套人工關節也是沒有問題的 那目前的手術時間大概就四五十分鐘 恢復也是很快 但是都需要一個很好的診斷 或是真的保守治療沒有效果 我們才會跟病人建議要做到哪一個手術這樣子 好 所以我們現在來說 這個圖片大家比較會看 平常時候做的時候呢 第一個體重不要太重 回去量量大家BNI身高體重不要超過太多 那體重必須要減低 再來在做的時候 像現在大家做如果翹腳 那就盡量不要翹腳 因為翹腳的時候 你的內外的關節強會是不一樣的壓力 那翹腳久之後 會把腋內側的果然骨壓得比較久 它的恢復會比較慢一點 再來 那再來是要做什麼運動 好這個運動大家現在都坐在椅子上可以試看看 你現在腳坐在屁股上 腳往上抬起來 那下面呢以大腿離開椅子 至少要一個拳頭的距離 大腿要離開椅子的拳頭距離 然後往上這樣翹 然後這樣往上翹 數到5 1 2 3 4 5 會覺得你前面大腿有在用力 那代表你用力的力量是對的 如果這個動作你可以 你可以這樣往這樣做 往前往外這樣往上下打幾個小勾勾 這種動作可以每天都做5到10分鐘 訓練你的大腿的力量 那還可以保護你的關節 OK 所以第二階段是髖關節跟膝蓋關節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問題 可以 可以啊 我們之前開過道還去爬過玉山的也是可以的 對 但是要看看你裡面的墊片是用哪一種的 裡面的蛋墊片 因為現在墊片我們在講這個 我們這個骨關節有一個就是合金 中間白白這是墊片 那有一些目前是抗耐磨的墊片 那你去跑步是OK的 那如果一開始是用比較健保給付的那種墊片 高耐磨 有抗耐磨跟高耐磨都是名詞 抗耐磨它可能15年之後它可能會開始磨損 結果可能要換新的墊片 那高耐磨可以撐20年到25年的狀況這樣 對 這個啊 人工膝蓋關節健保有幾副 如果沒有健保呢 沒有健保幾副通常大概落在10萬到10萬左右 對 可以先舉手 請問醫生啊 對 如果換全套人工關節 那些是要用自費的器具 自費的那個材料 膝蓋的嗎 對膝蓋的 膝蓋的本身來說 健保已經有給付你上面跟下面這個金屬的部分了 那為什麼還要有十幾萬呢 那個中間的墊片 我們在講的是這個墊片 它是一個墊片它可以讓你耐磨 健保給付的是抗耐磨 它就是普通的墊片 用15年左右會換 如果你要用到25年以上 它們會有更特殊的一個見解的方式 所以還要讓它自費 那耐磨的部分有分 這邊還有你的膝蓋 前面這邊有兩塊軟骨的墊片可以用 所以如果說你兩邊都要用的話 才有需要 可是會看病人的需要 如果說75歲 80歲 我是不建議用那種東西 因為80歲 像活動力減弱 你用這些東西 並不會對你的活動來說 有太大的影響 這樣子 好 謝謝 請問一下 如果半月板有列 動手術到正常可以下床走路 大概需要多少時間 半月板基本上 開完都可以下來走路 但是半月板的修補 需要六個禮拜的修養 就是說 你的半月板如果有破掉 我們幫你補起來 你需要六個禮拜的護具保護 六個禮拜 那我們會從零度 先固定那個角度 慢慢從30度 60度 90度 讓你角度慢慢彎去 所以不會說 馬上就讓你可以慢慢跑步 但是要休息六個禮拜 六個禮拜就可以了 可以完全不能工作 可以工作啦 只是走路的時候 可能會比較需要 習慣一下那個角度這樣子 好囉 好 大家非常的踴躍 還沒有睡著很開心 好 我們最後最重要的 就是這個骨質疏鬆 剛才高牧師也跟我們提到這個部分 什麼叫骨質瘤 是什麼叫骨質疏鬆 他們兩個其實是一樣的東西 只是程度上的不一樣 骨質疏鬆就是代表你的年紀到了之後 身體攝取跟身體排放的比例不平衡了 然後就造成流失 那骨質疏鬆就是流失的很嚴重 我們叫做疏鬆 所以從左邊這邊看起來 正常的骨頭會像這樣 非常緊密的結合 大家都喝過大骨湯吧 大骨湯可以看到裡面這叫骨髓 骨髓排列很緊密 就知道他骨頭很好 骨髓開始有空洞了 你就可以知道那個 你喝的大骨湯 那隻豬的骨質不太好 如果空到很鬆 你一個手壓進去了 那就代表他骨質非常的疏鬆 就是很容易會受傷 這是從病理前面上面看出來的 那之前就記得採訪我說 那像之前我們新冠肺炎確診 那為什麼有些病人會容易骨質疏鬆 或是新冠病人這個期間 為什麼容易疏鬆 因為新冠肺炎的時候 大家都不敢去醫院 那有些病人出門的時間也少了 那活動的狀況也變得比較少 所以骨質會容易流失 因為你沒有在活動 甚至有些病人已經在做骨質疏鬆治療 他們每半年打一次的這個寶格力的東西 他每半年一定要去打 如果你半年沒有去找到你的醫生去打這個針 你的骨質會馬上的急劇一下下降 所以有些病人可能工間不敢去看醫生的時候 拖到一年就打第二針的時候才去 他骨質基本上會降得非常的快 那第三種就是確診的病人 中間注射類固醇的治療 類固醇本身是一個很好的藥 可是他如果使用過度的話 會造成你骨質的流失 你內分泌會失調 你的身體的機能都會變得異常 所以有一些病人會是這個狀況 OK 這個圖片大家都看得懂 我們的骨頭有分兩種細胞 一個是侵蝕骨頭細胞 一種是增強骨頭細胞 那為什麼上帝要給我們這兩個細胞 其實它是非常一個很和諧的作用 因為你的骨頭有受傷的時候 他需要先有個侵蝕骨頭細胞 把它先削掉一部分 新的骨頭才能長在上面才會更強壯 可是當你年紀越來越大的時候 這個骨頭的效果還是保持的 可是照骨細胞越來越下降的時候 你的骨質會開始流失的越來越快 所以導致最後他兩個人 一個人工作還一個人工作 他沒辦法去做平衡 就開始會骨質流失 就容易會骨折了 所以這是電子顯微鏡下面看到的 正常骨頭的骨頭縫隙非常非常的狹小 然後這個中間叫骨小糧 一節一節的骨小糧 它也非常的緊密結合 骨頭疏鬆就像這樣空空洞洞的 中間只有一絲一絲這樣間接 所以可想而知 只要一個扭到一個打噴嚏 都造成你的骨折這樣子 那骨折會有什麼樣的骨折 第一種最嚴重就是脊椎的骨折 摔倒受傷剛剛都提過了 再來就是髖關節的骨折 其實非常的危險 有時候走路不穩這樣摔下來 這邊都要撞到 撞到就骨折了 那些骨折對我們骨科醫師來說都是很簡單的 但是手術都沒有問題 但是危險的是骨折發生之後 你們的骨折的照護跟之後的復健 都是會非常嚴重的 為什麼會很嚴重 因為他們骨折之後可能怕痛 不敢活動 就會躺在床上不運動 那漸漸的你本身的肌肉開始流失 流失之後呢 就不敢下床活動 那很容易造成泌尿到感染 肺呼吸道感染 所以基本上我們最擔心的是 髖關節骨折在老人家的身上 你開門都沒辦法走路 那你需要 大家都需要協助你 那最後呢 你連自己上廁所的方法都沒有之後 會造成死亡率會非常高 一年會有20%的病人會死亡 但是 目前因為現在有一些很好的用藥 或是一些開繞的技術 可以把這些死亡率慢慢慢慢的降低這樣 其實這個死亡率大概可以 跟女性的乳癌 或是男性的一些 攝護腺癌 大腸癌的比例是很高的 所以不要輕忽這個骨折的狀況 那在家裡要怎麼檢查自己 有沒有什麼問題呢 第一個 先去去量 站起來之後看你的後面 脖子後面呢 跟能不能貼平在牆壁上 如果沒辦法貼平有點往前 那你就要小心啊 看看有沒有超過三公分 如果超過三公分的話 第一個我們就怕你是有已經 因為駝背 有駝背開始不舒服 再來是看自己的身高 有沒有比去年矮 或是比以前的時候矮 超過四公分 那個時候也有狀況 再來就是你已經發生過骨折 這個 大概這幾個大家可以在家裡自己去做研究 這樣子 那來的醫院呢 來的醫院之前 你可以先到醫院附近啊 或是有一些健檢的診所去看看你的骨質 那一般來說 我們會量你的腳跟的骨質 他只是一個篩檢的工具 他沒辦法做個診斷 看你的腳跟的骨頭到底是什麼狀況 那如果發現你的素質很不好 他說你要去醫院找醫生了 我們就會幫你做骨質密度的檢查 這個就會比較正確 他就可以從正面反面做一些骨頭的分析 做你的脊椎做你的髖關節 然後去跟我們亞洲人的分數做比較 他給你一個分數 比較正常通常是0到1分以上 就是正數 不好的骨頭會是-1到-2.5 這叫骨質流失 就是你的骨頭已經不好了 流失的很嚴重 -2.5以下了 那就是骨質疏鬆 骨質疏鬆要先找到你的原因 如果是年紀造成的骨質疏鬆 那我們還有問題可以處理 那如果是你的內分泌像甲狀腺啊 腎臟有問題造成骨質疏鬆 那要先找到原因才能做治療這樣子 所以骨質疏鬆健保有給付 可是也是有條件的 你到醫院你跟醫生說 李醫師我要做骨質檢查 然後李醫師就會看一下你的狀況 如果說你在外面有做過檢查 還有拿報告來 OK健保可以給付你這一次的檢查 但是你一輩子只有女性 一輩子只有三次 三次的骨質密度的檢查 那男生呢 男生健保說你要自肥 你不行做健保的檢查 那如果你本身有內分泌的狀況 比如說腹甲狀腺啊 或是腎臟腺 或是你的腦部有內分泌失調 它會補助你每一年都可以做檢查 再來五十歲以上的女性 或停訓後的女性 都可以做檢查 但是這個一輩子 你一生中只有三次的檢查 也就是說你三次的檢查 有健保肌膚 但是你的想要多做 做更多 第四次第五次 就可能要自己自肥做檢查 因為目前所有的病例都電子化 所以他們抓得非常嚴格 那檢查之後呢 會給你一份報告 那醫生就會給你一些治療建議 如果你是在比較健康的範圍 就是說在負一以上 你就繼續維持現在的生活 補充鈣片 然後去做正常運動 還有D3去曬曬太陽 有太陽的時候去曬太陽 如果是負一到負二點五了 你就加強你的檢查了 我們可能會測驗你血液裡面的一些 微生素D3 或是你的骨質代謝的狀況 來給你一些建議 是不是要提高你的D3的攝取 如果是負二點五一下 那我就會建議你可能要提早施打一些 骨質疏鬆的針 即使你現在沒有骨折 也是可以先提早施打 像高牧師一樣 OK 那在家裡有什麼運動可以做 可以做一些負重的有氧運動 比如說舉一些輕的東西 不是舉啞鈴 舉一些輕的球 瑜伽球 往上舉 往下稍微蹲 但是不要蹲得太嚴重 那可以輕輕的跳層 或是一些簡單的踩步機 或是踩那個樓梯上上下下 每週至少走四個小時 那盡量每天都走至少一萬步 這是沒有問題 可以除了增加你的骨質 增加你的心肺功能 身體也會很好 OK 那這邊是有一些東西 可以推薦大家吃的 我們一天至少攝取一千兩百毫克的鈣 那一千兩百毫克的鈣 可以從哪裡攝取 有你的牛奶 有你的起司 有豆腐 有豆漿 有小魚乾 有些青菜 如果你這些東西 你都不喜歡吃 那只能吃鈣片 但是你沒有時間吃的話 那鈣片本身呢 要怎麼吃會比較好 鈣片本身要看看它的劑量 還有它的形式 是什麼形式 我會建議病人一天至少吃 一千兩百毫克以上 那維生素加搭配上 維生素D3 800IU 就是800國際單位 通常他在訪單 你買的D3 那他會寫到這些東西 那為什麼要這兩個東西呢 你光吃鈣 如果沒有你的D3 有沒有用 沒有用 因為你沒去曬太陽 所以你吃了鈣 你吃了D3 你一天至少要去曬十分鐘的太陽 那曬太陽 不是像大家這樣包起來 然後整個帽子 手包起來這樣曬 沒有用 一定要把手 對 對 手要打開這樣 散開 散開 散開一分的手 對 你要把它曬太陽 大腿都去曬 至少十分鐘就夠了 十分鐘 太陽曬了之後 我們這個D3 才會到腎臟肝臟的作用 然後把你的鈣面 把你的鈣抓到你的骨頭裡面 這才有用 不然你只吃這些東西 沒有曬太陽 沒有運動是沒有用的喔 好不好 所以最重要的點是在這邊 那我們的鈣要怎麼吃呢 鈣片有這麼多種鈣 碳酸鈣 磷酸鈣 包包鈣 大家以前高中學過化學科 都覺得很煩 這些鈣 那鈣的話 一般來說 你看看你們上面的 訪單的劑量 一次不要吃超過500毫克 因為你的腸胃道 每一餐只能吸收500毫克 超過它就吸收不了了 太多你反而會變成你容易便秘 容易脹氣 容易會勝結實這樣 所以一餐500克 所以我會跟病人說 你早晚各吃一顆會比較好 除非你是有骨折的病人 前三個月才需要提高你的劑量 所以看看你的鈣是屬於哪一種 然後再來配合你要怎麼吃你的鈣 有這麼多種鈣片 巴巴巴巴這麼多 那要怎麼選 最常見的是碳酸鈣 碳酸鈣的病 能夠吃碳酸鈣的人就是呢 一般人 你沒有很嚴重的胃困痒 或是胃酸分泌不全的人 那可是它有什麼問題 容易會脹氣跟便秘 所以你如果容易脹氣 容易便秘的病人呢 我們會吃到另外一種鈣 但大部分人吃這個碳酸鈣都是OK的 因為它的價錢比較便宜 那另外一種檸檬酸鈣呢 就是適合胃不好的人 或是容易脹氣的人 或是年紀比較大消化不好的人 那它吃這種碳酸鈣 這個檸檬酸鈣對它來說 就是比較好的 比較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但它缺點就是它不是天然的鈣 但吸收上面也是沒有問題 但是只是每一間 每一間廠商會跟你講的標語 會是不一樣的 但是你只要記得 早晚各吃500 其實應該就夠了 或是你要看看你們家買的鈣片 什麼樣的狀況 好 這就是高牧師剛才提到 他每三個月打一針 我們健保有這麼多種藥 從1、2、3、4、5、6、7、8 有八種藥可以打 那這八種藥到底要適合什麼東西 要怎麼樣呢 你要當然問你自己的醫生 你的醫生會給你一些建議 基本上 這邊 1、2、3、4 這邊 左邊這邊六個呢 都有健保給付的條件 但是 要條件的話 就是要看你有沒有符合這些條件 才能健保肌膚 沒有的話 你如果要增加自己的骨質 除了剛剛提到鈣片運動之外 這些打這些針 你都要去詢問你的醫生 那後面這兩個是目前最新最新的針 可是呢 它會用在一些特殊的狀況下 才會做使用 或是你本身骨質很不好 才會建議使用 因為這針非常的昂貴 所以 通常是最後限的武器這樣子 所以 最後跟大家複習一下 要怎麼照顧你的骨質疏鬆 如果女性停經之後50歲以上 至少要檢查一下 你能夠篩檢能夠骨質疏鬆都可以 如果真的很低的分數 就到醫院來 要做更精 更詳細的檢查 因為要維持你的運動 你要吃東西 大家都不要戒煙戒酒 這樣子會比較好一點 如果真的有狀況 我是剛剛提到 你身高達了4公分 你沒辦法靠著牆壁站的話 先來檢查一下 你有沒有什麼其他的狀況 OK 我是台藝醫院林醫師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分享 是不是可以趁現在提出 可以 有沒有 有沒有 弟兄姊妹有問題 來 請用會客公 大家有要去認到 大家有聽到 這個 退化打玻尿酸 有效嗎 哪一個 玻尿酸 玻尿酸 看你的狀況也 我們剛剛有提過 你的 在哪一個等級的時候 如果你是在中間這個等級 這邊那還是OK的 但是如果你退化到這邊 可能就沒有效果了 到第4就 第4 第三集 第4集就比較沒有效果了 那就要開刀 就是看你的狀況 對 如果說真的角度已經變形得很嚴重了 很痛了 連走路都沒辦法走路 那才建議要開刀 我開左腳 右腳沒開 可是膝蓋我半年就打也吃不了 那可以啊 繼續做保養就好了 做保養就好了 對 你就用左腳多踩一點這樣子就可以 謝謝醫生 不會 謝謝 請問醫生 剛才那個藥好像很多 比如說我們吃那些鈣片或是D3 D3是普通是兩天要吃一吃 可是平常可不可以跟其他的藥 或是胃藥一起吃 或是把時間給拉開 D3嗎 對 D3跟鈣片 那個沒有關係的 那個藥沒關係 看看你的藥有沒有跟鈣有作用 有跟鈣片比較容易會作用 跟D3比較沒有關係 還有請問一下 如果說我現在感冒 可不可以一堆藥一起吃 一堆藥 對 那變成一堆藥 問問看你的醫生哪些藥是適合你現在可以吃 這些是屬於保健食品 保健食品就是說你每天都可以吃沒有關係 不要超過劑量就可以了 還有中藥呢 中藥那就要問中醫師 試試兩個可不可以稍混合一起吃 可以的 應該要問問看哪一種藥 謝謝 好 好 來 我請問一下那個 我們這個腳關節也跟這個手 跟這個手這個 這樣這個動會 這個有沒有關係 這個沒有關係 那這個是跟這個一樣的 就關節的退化 這個大拇指也有關節會退化 對 你常常做這個動作容易 它會受傷 對 那肌腱會扭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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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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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啊,那沒有問題的 那為什麼往路上走? 太蹲的太低就不要 輕輕的是沒有關係的 對 請問醫生一下 哪邊? 因為骨鬆越來越矮了,怎麼辦? 骨鬆,矮多少人現在 長高比較困難,預防再繼續變矮比較重要 怎麼樣可以不要矮得那麼快? 去吊單槓 拉拉單槓,把身體稍微拉一拉 老人家還可以拉嗎? 要找到高度比較安全的地方 怎麼樣算安全? 你稍微拉起來之後,腳尖還摸得到地算安全的 這樣拉起來要墊到地上是嗎? 對,你腳開始稍微放開 手可以用力的狀況就OK了 OK,那一天要拉幾下? 就看你的狀況,十分鐘就OK的 十分鐘,好,謝謝 OK 林醫生,請問一下 那個脊椎滑脫,我們可不可以靠運動讓脊椎附位? 沒有辦法 拉不回去 拉不回去 對 機會一擊的那種? 基本上還是拉不回去的 拉不回去 我幫他們問 他說睡覺的時候都不會抽筋 可是睡到半夜的時候腳會抽筋 是不是缺鈣? 鈣跟甲離子,所以可以吃一點香蕉 香蕉? 好 還有誰要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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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醫師 林醫師 沒有辦法問 對啊 脊椎都是肌肉的關係 你會常常低頭還這樣彎著腰做事情都會這樣子 對啊 小朋友都會僵密 對 對 頸椎有問題會是手麻 林醫師 好,林醫師這邊有個問題 嗨 林醫師 嗨 我這裡有個問題 我那個腳 五個手指腳都會僵硬是什麼原因? 腳趾頭會僵硬 是什麼原因? 這個就比較難一點 腳趾頭比較難 蛤? 腳趾頭就比較難了 二期診斷 要花時間診斷 沒辦法回答你 欸 沒有,他前面還有人 我等他一下 你可能常常這樣彎著腰做事情 他都容易這樣子 就是扭到腰 肌肉 都是肌肉 對啊 對啊 你要看看你的脊椎有沒有滑脫 或是側彎 對 等一下 他先問 還有 我幫他問 他說八十幾歲的老人家 如果脊椎受傷 尾椎退化 可不可以建議 會不會建議他開刀 尾椎基本上不用開刀的 尾椎基本上不用開刀的 尾椎都不用開刀的 尾椎都不用開刀的 禮拜一早上三五下午 你好 我這邊有問題 好 還有 尾椎 有些不用開刀的 對 尾椎那你說不建議開刀 他平常要注意什麼 先找到他的原因 我在可以給你做建議 我不知道原因 我沒辦法給你建議這樣子 林医师请教一下 我问我妈妈帮她问 就说她去看医生 因为她手麻 手麻还有颈椎这边都在麻 但是看医生的时候 她说因为她86岁了 医生说要做脊髓阻断手术 可是这听起来有点恐怖 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 那就是说局部麻醉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那个神经阻断而已 可是阻断了以后不是 她就等她要效 她就类似打麻药进去 麻药过了之后 她就开始麻起来 可是这个好像说 可以有一两年都不会痛 不会大概三个月就会开始痛 真的吗三个月 差不多 看每个人压迫的症状不一定 要检查之后才跟你说 谢谢 请教一下林医师 我今年82 七年前我的腰椎三四五节 开过刀 里面有两个垫片 六个康丁 那七年前手术完了 本来连楼梯都不能上 开完了以后就可以爬楼梯了 最近最近这一个多月 好像又很痛 睡觉从床上下来 一翻身这个地方就会抽到 最近我去找到中医做针灸 从后面就十几根针灸 稍微有改善一下 我刚刚听医师答复别人说 如果是间椎压迫到 是间椎压迫到 尾椎不用开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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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尾椎不一定的 尾椎不一定的 尾椎第一节就会比较严重 尾椎的地方可能又是压到了 因为我整个脊椎造下来 是椎间狭窄 是啊 你这个重要就是 我们如果固定了这两个脊椎之后 它上面跟下面的活动度 就会因为它不动了 所以增加它的活动 所以变成上下又再退化 所以你会变成 这是你的下面退化更严重 所以是现在的症状这样 大概十年到十五年会有这个问题 那不需要开刀吗 就是痛到受不了 跟你原本那个状况一样 再考虑 如果没有的话 就做腹肩拉拉腰应该都OK 就这样子 对 好 谢谢 OK 好了 嗨 对 这个是踩关节的问题 踩关节怎么了 因为我那脚踝 在几年前的时候 那个有跌倒过 骨折了 对 受伤 那那个 那时候在大陆 我可是 后来回到台湾以后 也治疗了 差不多一年多 对 那个 现在是不会痛 但是 它就肿肿的 那但是呢 就脚踝就变成 常常会拐到 常常拐到 那韧带有受伤的关系 嗯 对啊 韧带受伤 韧带受伤 那那个 可是我看中医 西医都有看过 可是 效果都没有很好 那中医的话 就是做推脑 那那个西医的话 就是什么电疗啊 什么超音波那些 要看看你原本骨折是什么状况 有没有骨折 或是哪里有受伤 我要看过才知道 没有开刀 对啊 因为你要让我看过我才知道 这样讲我没骂回答你 可是它就是医症会很痛啊 爬楼梯也爬不太上去 那那个 走路走多了 现在都会痛 你如果有空 我们再来研究一下好不好 OK 谢谢 不会 你脚啊太小了 你贴不到 好了 好了 好 那谢谢大家 那我今天就分享到这边 谢谢各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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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医师 请教一下 保格力对我们骨折疏松 真的蛮有改善的 就是有效果 效果好吗 你们就你们研究 我目前来说 我最不会建议病人打保格力了 为什么 因为很多医师都不会跟医师 我可以跟你讲它的一些作用 风险比较高 好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保格力就是这个药 它是每半年注射 可是呢 你可以看到这边 如果停药 停药超过两个月以上 你没有打到这个针 你的骨质会马上降到 比原本还要差 而且骨折会非常快出现 所以打这个药 病人通常是90岁以上 或是你整天有肾脏疾病 要洗肾的病人 我才建议打这种药 不然在外面的诊所 因为方便 它只打皮下注射 你去打一针就好了 它就让你这样过去 可是 基本上我的病人 很少会打到这种针 除非像我刚刚讲的 肾脏不好的病人 年纪大不好配合 才会打这种针 一般来说 会先以这种一年打一次的 骨益牆为主 就是这个这样 或是高牧师他打的是 半年一次的这个 骨益牆有健保 骨益牆也有健保 有健保 健保的脊肤就是 你有骨折也有 骨质疏松 他才有脊肤 如果有骨质疏松 但是没有骨折 没有压迫的话 就是按照 要自肺 对 这个没有好跟不好 但是这个药 你要打一辈子不行停 你不行停 这个药 你打超过两针 你如果要换 要提早换 不然太晚换之后 他的作用会一直加成上去 如果打完 可以打完两针 可以换吗 两针还可以换 还可以换 对对对 一辈子不行停的药 对 所以很多医生 不会跟你讲就是这样 他没有跟你讲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个是医生的问题 不只是医生的问题 对 狗利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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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每个药都有他的好跟不好 他主要问题是 你如果做止牙的时候 你要跟牙医师说 你在打这种药物 双磷酸眼泪 他打的药会影响到 你止牙的牙床会不好 这样子而已 一般都没有关系 他打三到五年就可以 他就维持一辈子 对对对 维持一辈子这样 打到三至五年 对 医生我想请问你 你刚才说打到三至五年 那个品牌是什么名字的 狗利强 狗利强 一年的高牧师打的是另外一个药 狗利强 我可能没放在上面 我麻烦你我再问一下 我是做了髋关节手术 我是睡觉了 掉在床下 粉色性的骨折 换了髋关节 我从那个时候 就开始打半年打一次的 那个保格力 那我现在又 我还是继续打 那不打的话 会出现什么状况 出现状况 就是你骨质 会降到你原本 开刀前的骨质 所以你不行不打 要打多久 持续下去打 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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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停 好谢谢 太可怕了 那万一我们停了怎么办 就会骨折了 就会骨折喔 就要很小心 怎么医生都没有告诉我们呢 我告诉你啦 我是说你 我被打的 被打的 被打的真的 你真的没有告诉我 好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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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不要非常多热 那我们现在呢 是活动的时间 那在我们的活动期间 什么能活动 来带一下 大家做一下 体育的运动 就是这些事情 有两些事情 要跟大家报告一下 第一件事就是 等一下会后呢 我们有心心 整个的状态的礼物 在后面 在那里离开的时候 体育的女性 我们又要来 一个之后 出去 就会给你一份 然后还有一件 对我们正道理由就是 上面有具备了 状态 跟同胀的参觉 是外界的人 所以 如果没有人吃的话 那真的非常重要 所以 请社会一定要留过一个地方 自己帮他四楼 去欢迎我们的 有个美好的盛宴 好 还有 我们都站起来 然后跟李依说 你好吧 再次 对 开始 你好吧 李依师 你好吧 李依师 你好吧 谢谢 谢谢 好 好 那我们来做很久 对不对 好 鼻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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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6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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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6 5 5 5 6 7 8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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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我們的頸椎很像 因為我剛剛臨時想到我們很久了 所以要動一動這樣子 沒有很嚴重的想到可能有一些人的問題 好 那我們現在來做我們的頸部的活動 我們的頸部就像我們所知道 其實跟國賓姐說一樣 他不能作合一些方向 所以有些人這樣這樣是不太行的 這樣可能會傷到 我們只做的頸椎我們常常看到的 好像要把我們的頭扶在我們的肩後面 然後我們的頭慢慢的往前去 1 2 3 4 5 6 7 8 好 再來一次 1 2 3 慢慢的 5 6 7 8 好 再往後 1 2 3 4 要把手打開 5 6 7 8 2 2 3 4 5 6 7 8 好 手放下 然後再來一次 手不讓你的右手不在左側 然後輕輕的往右轉 然後另一隻手就往下 可以伸展到我們頸部的肌肉 1 2 3 4 5 6 7 8 慢慢的回正 歡迎另外一邊 開始 1 2 3 4 5 6 7 8 2 2 3 4 5 6 7 8 剛剛看到有一件非常努力的身體都歪的 要盡量保持我們軸心要正 然後就是頭然後另外一隻手要伸展 所以我們的左跟右 前跟後我們的伸展 還有一個動作 開始的時候我們的手要頭偏一邊 然後我們的手像剛剛這樣 然後我們的眼睛再看我們的嘎吱窝 有沒有感覺到那個肌肉跟剛剛側的是不一樣 所以當你一偏眼睛看你的嘎吱窝 有沒有覺得你的後頸有被拉伸的感覺 再來眼睛看嘎吱窝 1 2 3 4 5 6 7 8 好 然後再換另外一邊 記得轉過來後眼睛要看嘎吱窝 1 2 3 4 5 6 7 8 2 2 3 4 5 6 7 8 好 再來一個 當你頭彎過去以後往上看 你的例如頭外右邊偏了以後要往上看 我們剛剛是不是看看嘎吱窝 現在要往另外一個方向左上方看 來 先開始正 我說外有什麼在一起 預備 往右彎 右彎然後看左上方 1 2 3 4 5 6 7 8 2 2 3 4 5 6 7 8 好 回正 再換另外一個方向 好 頭外一邊往上看 1 2 3 4 5 6 7 8 2 2 3 4 5 6 7 8 OK 好 這是放鬆的運動 如果還有時間的話 你可以加強一下幾步的運動 但是因為我們時間的關係 我要留待我們下一次有機會在見面的時候 再跟各位我們一起來學習 怎樣可以加強我們幾步的運動 那已經要結束我們的這個聚會了 我們現在有請我們的周牧師 來給我們做一個祝福 我們就可以到上面吃點心了 歡迎周牧師 謝謝林醫師來我們 來從前幫我們的忙 那我們做個禱告 好嗎 一起做個禱告 親愛的天父上帝 感謝你把那最寶貴的永遠的生命赐給我們 你讓我們每一天因為耶穌基督 可以享受到喜樂跟平安 更感謝主耶穌 透過李醫師 讓我們了解我們身體 骨頭脊椎的一些特殊的情況 求主保守我們的心懷意念 喜樂的心就是最好的藥 願主把健康平安喜樂 豐豐富賜給我們 因為你所賜的生命 是豐富的生命 你所給我們的 是永遠的 沒有人能夠奪去的 感謝讚美主 每一天都是新的開始 感謝讚美主 我們每一天都有盼望 謝謝主耶穌 奉耶穌的名祷告 Amen